睽闻20年2021年的国庆焰火 又将在高雄登场 释放的地点就在高雄港湾区 今天晚上也进行了焰火释放 不过活动前是下起了大雨 让早早在现场卡位 要拍摄的民众 以为释放会因为大雨而取消 非常的失望 但是还好的是 释放前10分钟雨停了 虽然只有短短的3分钟 但是现场的游客意犹未尽 大呼非常的精彩 还有人稳 还有下一场麻 黑夜成了画布五彩焰火 炸出各种图样 每一张都绚丽缤纷 从高空的角度来看 海港景色成了配角 配合这场华丽的演出 回回了20年 即将又在高雄登场的 2021年国庆焰火 晚上进行了一场试射 总共3分钟 用了270发的焰火 不少摄影迷早早就来到现场卡位 短短三分钟的试射 让现场的游客只顾精彩 有人以为还有下一场 三分钟而已 三分钟而已 都每次七点到八点游 今年的国庆焰火 将动用七艘平台船 从高雄港内港区五个布站点 一路向外绵延到奇迹难题 从山凯和港360度都能欣赏 而且还有最多数量的 高空大口径焰火 今天的这个市打的这个 最大尺寸只有八寸 那么未来在10月10号 会有10吨12吨跟16吨 都是历史以来的 最大的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十吨 而且这场国庆焰火 还会配合高雄市交响乐团的 演出同步来释放 虽然现场只开放2万名 民众预约观赏 但是仍旧会透过网络直播来呈现 让大家都能欣赏到 高雄百年大港的气势与不凡 华市新闻秋军评写于心许文南 高雄报道